这个狠心的母亲将烧得通红的梅花簪子 按在了新生儿的肩上 婴儿的提哭惹的母亲是伤心欲绝 撕心裂肺呢 她紧紧地抱住婴儿 想给孩子最后的温暖 却被屋里的嬷嬷催促着时间不多了 故事要从半年前说起 王爷大寿那天恰逢福尽有孕 人逢喜事精神爽 王爷虽已年过半百 但身强体壮神似小伙 底下的官员为了讨好他 专门从新疆快递了一份大仙桃 此时舞台上被簇拥一团的仙桃 竟然走出了一个恶罗多姿的抑郁少女 只见那少女娇憨可爱 举手投足净显媚态 瞬间俘获了王爷的心 福尽看见王爷的魂 好似被那少女勾走了一半 气便不打一处来 心想着今晚让你睡客房 一午结束 王爷大喜 此名跳舞少女偏偏 害怕地安置到了树房斋 福尽吓得花蓉失色 大气都不敢喘 他知道 这不仅威胁着他的地位 连之前的荣宠 可能也会被这个回江女人替代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姐姐诉苦 姐姐深知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根本靠不住 他却妹妹一定要多为自己打算 福尽也深知 自己连续生了三个女娃 再生不出儿子 很可能被打入冷宫 姐姐见妹妹主动跟自己诉苦 于是把自己偷龙转缝的计划 跟妹妹全盘拖出 数月之后 婴儿咕咕坠地 福尽看到又是女婴 顿时心如死灰 好在姐姐已经被好提前买的男婴 准备抱去给王爷报喜 接下来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床外烟花绚丽 屋里却上演着骨肉分离 这对可怜的母女还能再相见吗 而这个被抛弃的女婴的未来 是喜还是悲呢 姐姐答应妹妹给孩子找个好人家 但是一转头她就变了卦 她深知妹妹重情重义 以后肯定会寻找这个孩子 但这事一旦败露 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她一狠心便把孩子给处理了 并没有 她把孩子塞进篮子里 放到了盒中 是福是货 都看她的造化了 这得多大的造化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只能说这个婴儿真是命大 她非但没被河水冲走 还被一对唱戏的小夫妻捡到了 夫妻二人感情扩深 但多年没有子嗣 这个孩子就像是上天赏赐他们的一样 老头便给她起名 白银霜 半年后 福晋终于有机会能看到自己的女儿了 但她看到怀里的婴儿胳膊上 并没有梅花烙印 才知道跟自己的女儿是永远的失散了 一股悲从中来 让她痛苦不止 时间如白鞠过细 十二年后的男婴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朗 在第一次狩猎中 便捕获了罕见的白狐 小浩真看着白狐哀怨的眼神 竟心生怜悯 恳求阿玛将其放走 王爷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 不仅英勇 还有人人之心 十分安慰 师父阿克丹 最后割下一座白狐毛 给他留作纪念 被放走的白狐灵性十足 不断回头张望着浩真 好像在感激他的不杀之恩 因为释放白狐一事 少年浩真成了京城的一段佳话 福晋别出心裁 还把那割下的一座狐狸毛 给浩真做成了玉佩碎子 身在王府的浩真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而福晋的亲生女儿 却跟随父亲在街头卖唱 受尽了地痞流氓的欺负 父女二人无权无势无才 只得辗转各地卖以求生 银双二十岁那年 父女二人来到了京城 昔日的小女孩白银双 长得了亭亭玉丽 楚楚动人 还成了京城五星级酒楼的 助唱歌手 这天来酒楼歇脚的浩真 听到人间竟有 如此美妙脱俗的歌声 便让随从小扣子 前去打探 浩真不带烦地 拨开门帘自己去看 这一看便是一眼万年了 但就是这一眼万年 却给他带来了灭底之灾 京城好声音 怡红楼筑唱歌手白莲花 接受了榜一咆哮地的 百元打赏证 暗自窃喜 寻思着收工以后 吃火锅还是吃烤肉 一不留神便 撞倒了京城霸王多龙被子 多龙这个老流氓 见白莲花长得漂亮 又想轻薄于他 在这危难之际 自然少不了我们男主 咆哮地的英雄救美 一阵恶战 多龙被咆哮歌打得 屁滚尿流 眼睛乌青 咆哮地与白莲花 也因此结缘 临别时 二人依依不舍 眉来眼去 暧昧从生 从那以后 咆哮地变成了 怡红楼的常客 白莲花因为有了他的保护 唱起歌来 更是卖力动听 掉进温柔箱的咆哮地 读书也不香了 满脑子都是白莲花 俊俏的模样和歌声 说来也是 恋爱中的人眼里心里 只有对方 恋爱脑的咆哮地 只顾着眼前的儿女情长 差点耽误了工作 这天 老皇帝心血来潮 忽然要面见王爷一家 其他人穿着体体面面 特别是弟弟浩翔 穿着板板正正 整得跟相亲似的 刚从怡红楼出来的咆哮地 来不及换衣服 就赶去了 原来老皇帝赵剑只是假 给公主选额妇才是真 被蒙在鼓里的咆哮 第一鼓作气地表演了诗歌吟诵 只听 天上起雾模模糊糊 草上露珠明明白白 雾变露珠容易容易 露珠变雾 难得难得 不甘落后的老流氓多龙 此刻也诗性大发 毛坑拉屎 默默呼呼 桌上饭菜 明明白白 饭菜变屎 容易容易 屎变饭菜 难得难得 难道多龙就是传说中的 酒漏鱼吗 这个吟诗水平 跟小燕子真是不相上下 难道二人失出同门 在老皇帝刻意的安排下 我们咆哮帝 无论在武功文采智慧上 直接碾压京城三上 老皇帝心中暗息 直接遇刺咆哮帝保善一把 只可惜我们咆哮帝 还不明白老皇帝的用意 儿子反应迟钝 但父母还是极聪明的 他们猜到了老皇帝的用意 因为我皇上是在选俄妇呢 果真如此的话 咱们好真这个俄妇是做定了 王爷福尽沉浸于儿子坐上 俄妇宝座的美好中 却不知道 此刻的一红楼 白莲花正思念着他们的儿子 思念归思念 白莲花很清楚 两人地位悬殊 根本不会有结果 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搞事业 调整好情绪 白莲花穿上红色的职业装 再次上岗了 但是 做一个女人男 做一个出名的女人 更是男上嫁男 咆哮帝去怡红院 因为白莲花跟多龙动粗的事 被王爷知道后便收敛了不少 他虽然也想念白莲花 但始终不敢再踏入怡红院一步 正因为咆哮帝的犹豫 白莲花又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 让他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老流氓多龙趁咆哮帝不在 又跑去调戏白莲花 白莲花的爹为了保护女儿 被一群人殴打不止 最后还被推下楼梯 临死前告诉白莲花 其实他是捡来的 说完便撒手人寰 更惨的是 怡红院老板嫌晦气 直接把白莲花养父的尸体扔了出去 白莲花没钱 只好卖身赞负 但是没想到 身陷绝境的白莲花 还是逃不开多龙这个老流氓的魔爪 这个重要的时刻 怎能少了我们重要的男主 咆哮帝 他再一次及时赶到 胖走了一顿多龙 帮白莲花安葬了养父 顺便为他租下了一套房子 白莲花对咆哮帝的好感 又加深了一层 从那以后 咆哮帝有事没事便来看望白莲花 两人越走越近 咆哮帝甚至把贴身的那一组狐狸毛 送给了白莲花一半 心灵手巧的白莲花 连夜缝制了一枚白胡绣瓶 送给了咆哮帝 咆哮帝感动得一塌糊涂 然后两个人就那个那个了 喂 大姐 你不是要守孝吗 两人翻云覆雨之后 咆哮帝却说 不能给白莲花名分 白莲花是否能如愿以偿 嫁入王府 咆哮帝金屋藏娇的事 很快被他的妈妈知道了 二十年来 一直因以为好的好大儿 竟然干出这种 实难得不检点的事 浮尽气道 当场晕厥 恋爱大于天的咆哮帝 此时已经顾不上妈妈的崩溃了 他满脑子都是白莲花 眼看金屋藏胶是藏不住了 不如跟妈妈全盘拖出 他要接白莲花进服 这自然遭到了福建的坚决反对 但最终福建熬不过 咆哮帝的软磨硬泡 他决定会一会这个白莲花 到底是何方神圣 把自己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 想还是老的辣 咆哮帝的妈妈自有打算 经过一番梳妆打扮 福建来到了白莲花居住的小院子 直接甩走白莲花五百两银票 让他离开自己的儿子 啊五百两后边再加三个零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不是白莲花立刻表示 我们在一起是真爱 不是为了钱哦 说把便一头撞向了墙 只是这个墙的反弹力也推大了点 直接把这位大姐弹到了柜子上 顺带撞碎了青花瓷 喂青花瓷做错了什么呀 福建最终被俩人的真情而打动 而且他对白莲花 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于是福建答应咆哮帝 找个机会 把白莲花接近福岭 袍笑帝白莲花二人心中窃喜 这下总能长相厮守了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突然有一天 老皇帝下了一道圣旨 要把自己的义女取配给袍笑帝 这还真让福建说中了 原来上次的文学武功测试 果然是为了招步嘛 圣旨难为 袍笑帝只能迎娶蓝公主 那白莲花怎么办呢 分手吗 那是不可能的 白莲花反而很通情达理的 接受了这一切 虽然袍笑帝跟蓝公主结婚了 但恪守难得的他 却不肯和公主圆房 他坚持为白莲花手身如玉 每天假照喝得宁丁大醉 对公主挨打不理 公主心里那个苦啊 袍笑帝一边冷落蓝公主 一边导准时机 就跟白莲花优惠 当白莲花得知 袍笑帝竟然没有跟公主圆房时 就劝说袍笑帝 不要这么任性 因为得罪了公主 你和妈妈我们都没有好骨子吃呢 袍笑帝在白莲花的劝说下 终于同意跟公主圆房了 没多久 袍笑帝妈妈便信守承诺 把白莲花接进了王府 两人终于有机会朝夕相处了 鞭雷滚滚 袍笑帝你妈妈还在房间 你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吗 这让公主看见这种场面 一家人都要杀头的 不仅担心袍笑帝那些的事 东窗事发 警告白莲花 得罪了公主 与你是半点好处也没有 白莲花倒是很明白事理 每次袍笑帝来找她 想跟她做运动 都遭到了白莲花的拒绝 她深知一旦被公主发现 那就吃不了兜着抖啊 但是惊愁上脑的袍笑帝 根本不理解白莲花 为什么要拒绝自己 被拒绝的袍笑帝 立马开始了她的袍笑绝活 袍笑帝和白莲花 这对苦命的鸳鸯 虽是有情人却难以成眷属 而两人的私情 也终于被公主撞个正着 公主和白莲花的夺夫大战 即将上演 她堪称史上最暴躁的公主 只因撞见自己的丈夫 跟家里的婢女白莲花有私情 白莲花吓得一哆嗦干翻了一个茶碗 公主直接打翻了醋谈的质问 袍笑帝 这个女人是谁 然而袍笑帝根本没在怕的 她开始了一番大猪蹄子的言论 哪个王公府地不是机械成群 去同一个底下人争风吃醋 那是犯不着也是闹笑话 希望你不要破坏 你在我心中的印象 有没有搞错啊 明明是你袍笑帝偷心不成 怎么还反过来批威了公主啊 公主身边有个贴身伺候的秦嬷嬷 秦嬷嬷见不得公主受气 便给她出了个主意 把白莲花要过来 表面上对她好 私下里狠狠地折磨她 不得不承认 秦嬷嬷你真是个老鸡鸣鬼啊 白莲花就这样在公主那儿 当起了领班 在人前公主对白莲花非常的好 赏她锦衣绸缎 但里面其实是剪碎的烂布条 赏她美味佳肴 但那都是发烂发臭 连狗都不吃的残羹盛汤 更要命的是 公主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手段 让白莲花当人肉蜡烛台 跪铁链 花式端水等等 甚至还要被夹手指 容默默看到此情此景 都不尽老泪纵横直呼内行啊 总之白莲花在公主那儿 受尽折磨和凌辱 而咆哮帝却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咆哮帝赤巨资 为白莲花定做了一把乐琴 想送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惊吓 在白莲花弹琴的时候 咆哮帝这才发现 她的手上全是伤 她心疼了 难过了 发疯了 咆哮了 不愧是你咆哮帝 难道你没发现 坐在你旁边的陈德荣 已经捂住耳朵 被你吓到失聪了吗 很多人不知道 拍这场戏的时候 陈德荣不仅要忍受 马景涛的高分贝咆哮 连她的胳膊都被小马哥 咬到脱臼了 失去理智的咆哮帝 找到公主 正式开启了她的咆哮技能 见之难以置信 天底下居然有 这样剧情恶毒的女人 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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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公主跟咆哮帝 真的是天生一对 俩人都是高分贝的咆哮派 在婆家受气的公主 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找老皇帝告状去了 咆哮帝跟白莲花的事 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而此刻 咆哮帝的老爸一头雾水 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就在此时 咚的一声 白莲花晕倒在地 白莲花居然怀孕了 咆哮帝的老爹老妈可开心了 小白花也从公主房领班 升级为白姨泰 一家人都沉浸在迎接新生儿的喜悦中 咆哮帝和白莲花总算苦尽甘来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公主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了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 白莲花又摊上事了 咆哮帝一家包场看戏 不知道老流氓多龙从哪冒出来的 他一出现就朝着白莲花的方向走去 原来多龙这个老流氓有备而来 是专门给咆哮帝难堪的 他满嘴谎话颠倒黑白 咆哮帝此刻只会咆哮 你往日能言善变的风采哪去了 一阵争吵乱战之后 被污蔑的白莲花伤心欲绝地只想离开 然而当他转身离开时 其默默一个二踢脚把白莲花绊倒了 白莲花的孩子就这样没了 这时白莲花胳膊上的梅花印记录了出来 咆哮地的妈妈一脸的不可思议 原来白莲花正是他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是什么原因让眼前的这个男人 居然拿件指向自己的老爸 难道只是因为老爸怀疑自己媳妇的清白 都不是他只是向世界宣布 为了心爱的女人小白莲 他不惜与任何人对抗 但是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 咆哮马放下了手里的那把利剑 刚消停没多久 他心爱的小白莲又出幺蛾子了 被污蔑的小白莲只想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跑着跑着就出事了 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缺得带帽烟的秦嬷嬷 为了给公主出气 直接给了小白莲一绝 这一绝将小白莲踢进了无敌风火轮的旋转中 还将整部故事的主线给踢出来了 是的 就是那朵看似不起眼的梅花胎记 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福晋当时一击击中目瞪口呆 这个形似梅花胎记的烙印 好像隐隐约约在哪看到过 身受重伤的小白莲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福晋心疼的将他抱在怀里 知道的以为是母女情深 不知道的还以为母亲嫌孩子死得慢 这样一直摇下去 你的女儿就要没有命了 心疼小白莲不仅要忍受王府上下的咆哮 还要忍受全家上下与众不同的肢体语言 咆哮马得知自己的孩子不仅掉了 而心爱的小白莲仍在昏迷中 她十分生气 也十分恼火 开上了她咆哮的发力 咆哮马知道这个悲剧不是意外 这都是公主的贴身婢女崔嬷嬷所为 于是她立刻召集了若干人手 直接杀进了公主房要手刃崔嬷嬷 屋里的秦嬷嬷和公主 哪儿见过这种仗势 阿克丹瞬间勒住了崔嬷嬷的脖子 公主眼看着这个最疼爱自己的老嬷嬷 马上命丧黄犬 她可怜兮兮的求咆哮马 甚至不惜向咆哮马下归 在公主的请求下 崔嬷嬷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咆哮地震手刃崔嬷嬷的时候 小白莲屋里坐着的福晋却坐立不安 她只为等待解开一个隐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 福晋打发的其他下人 只留下了亲信嬷嬷 然后颤颤抖抖的解开小白莲的衣袖 秦嬷嬷一脸懵懵一脸的不可思议 但俩人终于肯定 眼前的这个躺在床上的小可怜 正是当年姐姐偷龙转凤丢弃的孩子 这个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 被崔嬷嬷嬷一绝踢开了 小白莲和咆哮马的命运 也将被重新改写 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的命运多传 还是从此的苦尽甘来 小白莲掉孩子的事情过去之后 公主心怀内疚 又想着跟咆哮马重归于好 于是她提着爱心便当来给小白莲道歉 可是咆哮马并没有要接受的意思 她疑心公主心怀歹意 想堵死她的小白莲 一气之下竟想把公主催嬷嬷二人 扔出小院 公主又气又急 为证明自己没有下毒 她毫不犹豫端起碗来 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 可是咆哮马不仅不给她好脸色 还斥责了她 姐妹们看到了吗 不要做舔狗不要做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 可是傻不拉机的公主 还期待着咆哮马能回头 于是她找到咆哮马 再次亮出了杀手锏 送出了她私藏的大清朝限量版玉佩 咆哮马不仅拒绝了她的好意 还要她许下承诺 以后不许欺负小白莲 公主一气之下便摔碎了 小白莲送给咆哮马的定情信物 白胡披风 这跟当场铜马蜂窝也没啥两样了 咆哮马直接原地发疯 当场家暴了公主 从那以后 公主就有点精神恍惚 不正常了 不久之后 王府里流言四起 都说小莲花是狐仙转世来报恩的 好巧不巧 又一天公主看见了 身穿白衣偷偷祭拜养父的小白莲 依稀白衣的小白莲 让公主更加确信 她肯定就是那只白胡 前有咆哮马的打击 后有小白莲的惊吓 公主的精神更不如从前 吓得直接卧床不起了 老皇帝爱女心切 得知公主一病不起 便亲自去王府探望 看到青春洋溢的女儿 如今变得神神叨叨 气就不打一出来 想着接女儿回宫养养 但公主被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离开王府一步 这时王爷的小妾 偏偏开始了骚烟骚雨 在皇上的屁股之下 您就不用再担心 虎怪这事了 我的天哪 这直接坐实了 小白莲就是狐仙的事实了 这不仅把小白莲往火坑里推 还把全家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姐 王府完蛋了 对你也是一点好处也磨得呀 果然 经过大姐的一番劝说 老皇帝给小白莲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你不安 咆哮马顿感生不如死 竟然跟皇帝怼了起来 但皇命难为 圣旨难收 他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去求公主了 咆哮马 你忘了之前是怎么对待公主的 唯一能救公主的人也没了 咆哮马又生一计 他打算带着小白莲私奔 大哥 真是妈妈的好大耳 你逃走了一家人 都得为你掉脑袋 还是小白莲有良心 马上pass掉了咆哮马的主意 福尽看着即将踏上 青灯古佛的女儿 情急之下 只好向王爷说出当年 偷龙转缝的经过 小白莲是你的女儿 王爷当场懵逼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先把女儿送到尼古岸 避一避风头 以后再送出京城 穷瑶剧中总少不了几个猪队友 比如环珠格格里的小燕子 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杜菲 有的猪队友是带给你快乐的 有的猪队友是要灭你全家的 比如这位翩翩大姐 And他的儿子 偏偏觉得王爷偏谈小白莲会害了全家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咆哮马是假未来的事儿 告诉了老皇帝 全家刚好讲 此番可以说是大义灭亲了 大姐你何止大义灭亲 你简直是女中豪杰啊 你的脑子是不是只有花生米粒那么大 精疲一人之力 你就把全家一管端了 果然皇帝下旨斩首咆哮马 随后咆哮马被押 刑场的名场面来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咆哮马终于对公主说出了那三个字 对不起 呸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小白莲知道已无力回天 她决定和咆哮马生死与共 小白莲跌跌撞撞跑回王府准备自尽 在关键时刻 还是公主出面救下了咆哮马 咆哮马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但是一心想跟咆哮马同生共死的小白莲 却已经自意 心碎的咆哮马此刻心如止水 她抱起心爱的小白莲 随着那一抹夕阳 逐渐消失在白茫茫的大地上 这部剧真是令人唏嘘啊 两个青春少女的一生就这样葬送在咆哮帝的身上 很多人都在争论 小白莲和公主到底谁是小三 却无人在意剧中的咆哮帝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罪魁祸首 她看似情深 实则寡意 长春四月柳枝正绿 桃花娇艳 这是个适合写生的日子 最马化会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驾着马车 朝着梅若红家的方向奔去 原来今天他们约好了去烟雨楼写生 而奋力地奔跑 一行人很快变到了梅若红的家子 打眼望去家徒四壁 没有一件之前的玩意儿 但梅若红却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水云间 顾名思义 水是西湖 云是云彩 自己的家在西湖和云彩之间 所以取名水云间 也许太过得意 说着说着她还跳起了擦地舞 在大家的提醒下 梅若红终于记起 今天是给子玄画人体肖像的日子 为了让子玄做自己的专属模特 梅若红竟跟大家打赌 谁先到烟雨楼就赢了 子玄嘴上答应哥哥子墨 一定不会让梅若红得逞 但她心里却有自己的小主意 梅若红两个古路的铁驴 虽然笨拙沉重 但却出奇意外地暂时领先 她仅跟马车气势汹涌 但此刻的她却没想到 一场突发的艳遇 正在等着她 西湖桥上 身穿橘色花布的少女杜千千 在阳光 就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大艺术家 谁能想到 日后她居然一蹶不振 变成了不可提比的废人了呢 免得让湖光山水 意气失色的意思 杜千千被夸得心花怒放 不知所以 两条腿似乎也不听使唤了 鬼使神差地 跟着梅若红去了烟雨楼 不得常鸡飞狗跳的恶战 持续了好一阵 她第一次接触西洋艺术 第一次看见艺术家的放浪形骇 第一次参加打斗的场景 这样的惊心动魄 这样的惊险刺激 都是她从前不曾经历的 二人相视一笑 奸计得逞 终于云霄雾塞 大家又回到了往日的祥和嬉闹 每个人都以为能提前出狱 是自己的功劳 紫墨笑着揭开了谜底 梅若红失落地把脸转向了一边 完全忽略了 正在跟自己讲话的汪紫墨 为了庆祝重获自由 大家决定整晚唱歌喝酒 不醉不归 芊芊很快跟大家打成了一片 在子璇的带领下 两人开启了尬舞模式 也许不胜酒力 芊芊的双脚已经不听使唤 眼看着就要摔倒 梅若红眼急手快 一个剑步便将她一把接住 两人忽然四目相接 矮的小火苗迅速蔓延 慢了半拍的子墨 只恨自己没多长出一双手 让梅若红抢了先 嘴角露出一丝失落 舞式跳不成了 大家只能继续喝酒吃肉 把酒言欢 好不痛快 芊芊彻底加入了醉马画会 直到天亮 她在大家的护送下 一路飙歌一路唱 愉快地回了家 好巧不巧 刚进门的芊芊 就被杜老爷抓个正着 得知女儿又跟那些 不务正业的画家 私混在一起 她暴跳如雷 芊芊立刻向爹解释 但父女俩各说各的 谁也不能说服谁 受挫的芊芊 不敢再去烟雨楼 消停了几天 但杜老爷前脚出差 芊芊便按捺不住 那颗响飞的心了 这天她又来到了烟雨楼 正好遇见要去看梅若红的子璇 两个各怀心思的女人 便结伴而行 去看望梅若红 此刻的梅若红正遭受着 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次 家中淡尽粮绝 她拿着自己的大作 去书画店换点颜料 也遭到店主拒绝 连饭也吃不上的梅若红 太惨了 子璇和芊芊来到梅若红的家 却发现若红正狼狈地 寻找她失踪的老母鸡 寻不到母鸡的若红直接袭地而坐 打算洗掉一脚的泥土 她把脚扔下了西湖 顺便还洗了个脸 把西湖当做自己脸盆 脚盆 洗澡盆的梅若红 也是多一份了 子璇给若红带来的佳肴 解决了若红的燃眉之急 这时千千才注意到 挂在屋外的牌子 三人进屋 千千看着若红子璇二人 亲亲热热 自己就像个多余的外人 心里一阵心酸 杜千千自己也不知道 她几时对梅若红有了好感 有时候看到俩人 亲亲我我 她竟然有点心酸和逃避 她羡慕子璇 也有点妒忌子璇 能以一个特别的存在 陪着若红 为了能更接近若红 杜千千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她开始计划实施 但是没想到 她的计划不仅让若红 暴跳如雷 也让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 杜千千 一个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大小姐 居然为了一个穷的 连饭都吃不上的落魄画家 第一次去了乱糟糟的菜场 她忍受着鸡龙散发出来的臭味 用她孱弱的力量提起一龙鸡 艰难地向睡云间走去 想着梅若红很快就能吃上 美味可口的烧鸡 她心里一阵欢喜 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但是她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越是一无是处的男人 越敏感 自尊心越强 果然 梅若红看见千千这样 明目张胆地救济自己 当场翻脸 她虽然穷 穷到连饭都吃不起 穷到连画质也买不起 但她还有一颗价值不菲的自尊心 千千的真心喂了狗 她气急败坏地质问梅若红 我明明看到子玄 问你送菜送酒送烟 为什么子玄可以我不可以 子玄她不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 无非是她把子玄当成了哥们 哥们可以蹭吃蹭喝肆无忌惮 但是她对千千 却有着不一样的情愫 她不敢面对千千 对她发出好感的信号 更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 她明明很想千千留下来 却还是狠心地把她赶走 千千一气之下把鸡笼踢翻 将梅若红的小院弄得狼狈不堪 然后愤然离去 在水云间受挫的杜千千万万没想到 家里还有更大的意外在等着她 原来出差回来的杜老爷没开二度 老牛吃嫩草的她 给千千找了一个小妈 这个小妈一回来 就给了自己的母亲来了一个下马威 千千替母亲感到委屈 跟小妈怼了几句 就被杜老爷撵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千千来到了烟雨楼 刚好遇到下课的子墨 她红着眼睛跟子墨 倾诉了家中的变故和委屈 子墨安慰了几句 千千便宽心地离开了 子墨看着千千离去的身影 顿时春心荡漾 又到了醉马画会相聚的日子 子墨坐立难安 她询问大家 最马画会的一奇三怪 嚷嚷着要追杜千千 只有若红若有所思 怕含含糊糊莫名其妙地表示 即使她是个发光体 对我也莫可奈何 因为我已经是个绝缘体了 一向视梅若红为强劲对手的子墨 听到若红没有打算要追千千的想法 马上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并不知道 若红口中的绝缘体 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千千一直因为杜老爷纳妾的事 跟小妈一直不合 两人经常吵架 搞得家里一地鸡毛 千千来到烟雨楼 央求子墨带她出去散心 一行人驾着马车 穿梭在林荫双双的大路上 马车漫无目的地向前奔跑着 忽然一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 吓坏了所有人 老人瞬间躺地 不知道还以为是碰瓷的呢 满地的古玩首饰撒了一地 原来老人是个收古董的包袱客 在众多的古玩首饰中 梅若红捡起一只特别的梅花簪子 她细细地打量了许久 自言自语道 我姓梅 偏偏偏又捡起一只梅花簪子 这只梅花簪 以这样的方式与她邂逅 像极了她生命中的图腾 大家望着这只特别的梅花簪 充满了好奇 要求老人讲讲这个簪子的故事 福晋那年 生了个小哥哥 生怕失宠 就演出了一出 头龙转凤的骗鱼 上苍有意拙弄 真哥哥假贝勒 相遇相恋 大家听得入了迷 可时间前短老人也要离去 离开前 老人将手里的梅花簪 送给了梅若红 梅若红拿着簪子 慌慌惚惚惚才发现 这只簪子对自己丝毫无用 梅若红看着眼前的子玄和千千 两人也同样期待地看着她 梅若红会把自己的图腾交到谁手里呢 而得到梅花簪的人将注定跟着若红 地狱天堂在两个极端中行走 天千完全没想到 梅若红会将她的图腾送给自己 她既惊喜又意外 胜券在握的子玄此刻垂头丧气 难掩心中的失落 回到家中的杜千千 还沉浸在梅花簪的喜悦中 浑然不知杜老爷已经推门而入 吓得他马上收起了心爱的梅花簪 原来杜老爷是为了说服千千 接受小妈肃清而来 她给女儿讲道理百论证 无非是为自己的朝勤暮处 见一个爱一个找开脱 找理由而已 自顾男人多薄信 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主 千千表示虽然不认同 但是为了自己的老妈 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千千这个小妈可不是吃素的 第二天她来到千千弟弟小薇的房间 找茬还把小薇一把推倒 千千见弟弟受了欺负 一气之下把小妈赶走了 肚子的一刻也停不下来 千千看着无忧无虑的梅若红 发出了灵魂拷问 为什么你可以活得这么没有负担 梅若红 原来生活可以偶尔放纵 这两人的感情即将点燃 屋外沸腾的开水 呼呼的叫个不停 古鱼农看着是逃不开这场 胖揍了 东方美和西方美都为若红揪着心 古鱼农明明是一个游戏 心疼她 但好在她拳头够硬 占了上风 买的 请听渣男 可是刚刚你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明明开心得很 这会儿翻脸比翻书还快 千千委屈极了 她带着哭腔说道 多么深情的告白 多么动人的比喻 梅若红第一次听到这样震撼的告白 她感动得几乎晕眩了 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将千千推给了子墨 千千一气之下就跑开了 跑了就别毁 在梅若红那吃鞭受伤的杜千千 真的来找子墨了 俩人一起游戏糊 划船 吃饭 迅速确定了关系 杜千千 你跟梅若红锁死吧 兄妹俩这是造了什么孽 被你们二人如此消遣 梅若红也没闲着 子澄再次做起了她的专属人体模特 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被千千看到 子澄柔美的体态 若红目不转睛 认真挥动着手中的话笔 竟没察觉门外的千千和子墨 千千熊熊燃起的嫉妒之火 让她不能再杵着看着 她要疯了 此刻 子墨的一句话让千千扎心了 看来 好像我们不适合打扰他们 千千只好离开 被恋爱荷尔蒙冲昏头脑的子墨 完全没发现千千有什么不对劲 她兴奋地讲着若红和子澄的故事 可千千这会儿满脑子都是没若红 对子墨说的话根本提不起兴趣 她越讲越激动 最后直接对着千千告白了 情不自禁的子墨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想来点情侣之间能做的事 却被千千无情地推开了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汪子墨的行为更加肯定了 恋爱中的男人智商则是负数 千千神游在梅若红给子澄画人体的场景中 不能自拔 她开始怀疑梅若红喜欢的也许不是自己 而是子澄 两人相处的画面来回旋转 她越想越失落 越想越伤心 忽然一个猛子扎进了子墨的怀中 这是什么神操作 杜千千这是拿子墨当若红了 在感情中找替身的人是不道德的 两人的恋情很快被大家识破 子墨满脸都写着 我恋爱了 大家快来祝福我的春风得意 梅若红却一脸心事 不太高兴的模样 她一边念着酸诗 一边望向千千 两个人看似平静 其实暗藏汹涌 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差点要了子墨的命 梅若红竟然在胸口刺上了自己的姓氏和记号 梅若红吓得一个机灵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她被千千深深震撼的同时 也知道自己再也不能逃避 对千千的感情了 梅若红一口气说了 六个我愿意为你死 十个我爱你 压抑已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 两人在屋里腻歪了一会儿 梅若红一惊一乍的风病又上头了 她拉着千千冲出了屋外 沉浸在甜蜜爱情里的梅若红 忽然想起了好兄弟汪子墨 她瞬间推开了千千 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绝望里 千千果然有一脚踏两船的气质 什么子玄子墨都不及她的爱情来得重要 好不谈他们 他们也许不是真正的问题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你们俩一个扎了子玄 一个扎了子墨 不仅对他们兄妹俩没有忏悔之心 还大言不惭地转移话题 扯到别的地方去了 杜千千以为若红又想弃自己而不顾 伤心地掉头就走 梅若红一个剑步 直接抱住了千千 她知道 她不能再失去千千了 烟雨楼里 醉马化会一行人 听闻杜千千回来却没来烟雨楼 觉得十分异常 子墨坐立不安 决定再去度假问个究竟 看见千千人在家中 子墨激动极了 此刻的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千千才避而不见 谁知 千千竟说 我只有请你 忘忘忘忘 子墨被千千突如其来的分手 搞得莫名其妙 她看不出千千的反常和欲言又止 气急败坏地质问千千 全然不顾千千的母亲 还在场 千千正要将真相全盘拖出 却被母亲制止 眼看事情越发不可收拾 千千的母亲 马上对子墨下了逐客令 又是一个风高月夜的夜晚 子澄再次 风风火火地 闯进了若红的家 她一脸兴奋地告知若红 千千从上海回来了 梅若红心里一惊 手中的话撒了一地 她何止第一个知道 她还跟千千度过了奇妙的一天 子澄下意识地帮她收拾 没想到一张格外刺眼的作品 印在她的眼帘 她震惊地看着千千的人体肖像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 梅若红面对子澄一连串的疑问 毫无招架之理 她只好坦承了千千从上海回来 发生的一切 梅若红把一切的错都归于自己身上 如果不是当初的逃避 就不会发生今天的局面 子澄从未受过这种委屈 子澄不懂 梅若红既然不喜欢自己 为什么又招惹自己 给自己一个假希望呢 梅若红苍白无力地解释 并没有让子澄接受 她不仅对不起子澄 更对不起子墨 子澄无法接受事实 她既为自己难过 又为哥哥感到痛心 随后哭着跑出了水云间 子澄跌跌撞撞地回到了烟雨楼 这个走位难度还挺大的 众人被子澄的哭声惊动 追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子澄将杜千千和梅若红的事 对着子墨全盘拖出 子墨不敢相信 她必须找到千千亲自向她道出实情 这天千千刚出家门 正开心地往水云间的方向走去 不料跟子墨转个正着 子墨二话不说 拉着千千就往外走 两人来到一个僻静的小公园 她把千千直接推倒在地 一定要看看千千胸胸口的那朵红梅 此刻的子墨仿佛被梅若红附身 开始了她的咆哮 千千哪里招架得住 子墨的拉扯 一脚被撕扯开来的红梅 瞬间暴露在阳光之下 子墨被这朵娇艳的红梅刺得睁不开眼 她终于看到了这朵红梅 这个叫梅若红的男人 堪称穷瑶剧中排名第一的顶级渣男 她先是对好兄弟的妹妹 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随后还抢了好兄弟的女朋友 这样一个人人得以诛之的渣男 竟然俘获了白富美 杜千千的心 梅若红这个倒霉的好兄弟汪子墨 得知自己的心肝宝贝杜千千劈腿了梅若红 便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水云间 与她理论 子墨若红battle了一个下午 谁也没有说服谁 但子墨听得出来 若红既不想对子璇负责 也不想放弃杜千千 她一气之下给了若红一个拳头 愤然离去 两人算是彻底闹掰了 子璇24岁的生日到来 烟雨楼难得有了一天的欢愉 醉马化会的成员 为了给子璇过一个难忘愉快的生日 使出了浑身解数 连一项不受待见的古玉农 也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烟雨楼里一片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但是梅若红和杜千千的不请自来 完全打破了烟雨楼难得的欢愉时光 这对情笔精尖的情侣 在伤害了子璇子墨兄妹二人后 竟当无事发声一般 还能笑着来到水云间 参加子璇的生日 打着有意的幌子 却做尽了伤害朋友的事情 还妄想得到朋友的原谅 这样的友谊也显得太廉价了 子默的拳头越握越紧 看来烟雨楼根本不欢迎 这对苦命的鸳鸯 大家开始了轮番对俩人的轰炸 我们真的希望取得你们的谅解 你们也未免太没有容忍的气度了吧 到一个没有容忍的气度 明明是害人者 这一番辩解 你倒成了受害人 梅若红的扎言扎语 直接燃起了大家的公愤 让俩人麻溜的离开烟雨楼 还是千千有眼力见 眼看着大家并没有要原谅他们的意思 拽着梅若红就要离开 正在大家僵持不下时 最满化会的圣母舒奇 看着被群为的若红 再次发表了他与众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样围剿人家 不也显得太小气吗 舒奇果然是烟雨楼里的妙人儿 他总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可是大家不但没有被他说服 反而更加火冒三丈 他们两个人 梅若红见色忘有 陆千年朝三暮四 两人的罪状就这样赤裸裸地被秀山道出 梅若红恼羞成怒 与他撕打起来 杜千千更是无地自容 眼面跑开了 伤心过度的千千一边飙泪 一边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杜千千扑通一声 掉进了烟雨楼的小湖中 梅若红见状心疼地将他捞起 千千坐上专属他的二八大杠 狼狈地离开了烟雨楼 一路上千千冷得瑟瑟发抖 可比起身体上的寒冷 他的心更冷 弄得这么狼狈 子萱也不曾出来 给我换件衣服什么的 他把你当闺蜜 你不仅抢了他的心上人 还玩弄了他哥哥的感情 怎么还敢指望子萱对你如初 没把你推下水 已经对你格外仁慈了 伤心欲绝的千千 湿漉漉地回了家 母亲见状还以为 女儿受了什么委屈 千千身心疲惫 根本不想跟母亲说话 织女没肉母 母亲早已猜到 女儿如此狼狈 肯定跟子墨若红 这两个男人有关 千千这边还来不及换衣服 杜老爷带着小妾肃清 正春风满面地进了家门 看见女儿湿淋淋的模样 一脸的阴沉 肃清一副 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 火上浇油 教得杜老爷更是火冒三丈 杜母眼见女儿越陷越深 不得不亲自出面 来到了水云间 她警告梅若红 放过自己的女儿 哪知梅若红牙尖嘴利 根本不打算跟千千分手 梅若红将自私自利 发挥到了极致 她从来没有为千千做过任何事 却拿着千千为她的付出 搪塞一个母亲 杜母跟她要一个保证 梅若红都给不了 她信誓旦旦 有恃无恐的 对着杜千千的母亲 开始了伟大的自说自唱 却浑然不知 更大的灾难 已经慢慢地 向她和千千靠近 杜千千被母亲软禁在家 她恳求福嫂能放她出去 见梅若红 被梅渣渣迷地 晕头转向了千千 全然把母亲的劝阻 抛之脑后 福嫂嗷不过 只答应陪她一起前往 一日不见 两人一见面就腻腻歪歪 千千这才知道 母亲已经找过若红 并劝她放手 若红当即对千千表忠心 她绝不屈服 也绝不放弃 面对家人的阻拦 千千竟想到私奔 没喳喳 连个承诺都不敢给你 你居然指望她带你私奔 杜千千你醒醒吧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 女儿私会小情郎 杜老爷带着小妾肃清 在百乐门喝酒 原本挺高兴的一个酒局 不料被一个长相如马杆的男人破坏了 这个男人先是对着杜老爷 吹了好一阵的彩虹屁 最后才说到正题 如果您对艺术没有那么深的热情 绝不可能栽培出 像令爱杜千千小姐那样 不平凡的新时代的女性 杜老爷开心的以为是女儿的仰慕者 谁知马杆男竟掏出了一份报纸 为爱纹身这四个大字 瞬间让杜老爷破房 火冒三丈 气急败坏的老头赶到家中 发现女儿竟不在家 母亲还想瞒天过海 老头更是怒不可遏 跟前的肃清 唯恐天下不乱 火上浇油 只哼着火 不能烧得更旺一点 母亲眼看只抱不住火 只好将千千的去处告知杜老爷 杜老爷雷厉风行 叫上家丁直奔水云间 屋里二人还在缠绵 全然听不到屋外的汽车声 杜老爷的咆哮声 恋爱中的人可能都是小龙人吧 老头一脚将门踹开 看见女儿依偎在眉渣渣的怀里 暴跳如雷 在杜老爷的心里 女儿千千一向循规蹈矩 从来不做越界的事 如今竟然跟个落魄穷酸的画家私混 让他失望至极 杜老爷怒不可遏 直接将女儿一路拖走 回到家中的千千 直接挨了两个巴掌 没想到在摆了门成了笑柄的杜老爷 气到浑身发抖 不料女儿不仅没有悔改之意 反而阵阵有词 又是一记耳光打在千千脸上 连带母亲一起遭殃 为了一个认识不久且不靠谱的渣渣眉 千千连妈都顾不上了 杜老爷气性难消 千千无处可逃 只好露出了梅花纹身 杜老爷瞬间就明白了这朵红眉的意义 为了杜绝女儿继续跟梅若红私混 他把千千锁在了家中 千千被拖走的第二天 梅若红便来到了烟雨楼 希望大家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原来你的苦才是真的苦 为了你的爱情 被你伤害过的子玄子墨 就应该不计前嫌去帮你 无论梅若红怎样的求救 大家仍然无动于衷 只有舒奇愿意陪他走一趟 舒奇果然是罪马话会里唯一的胜负 说走就走 两人很快到了杜府 杜老爷看着破门而入的梅若红 并不想跟他啰嗦什么 直接让家丁把他赶走 梅渣渣见不到千千拿啃死心 开始了他的咆哮神功 这一吼还真管用 杜千千果然听到了梅渣渣的呼喊 着急的想冲出房门 另一边 杜老爷看梅渣渣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直接让家丁下重手 看到梅渣渣被暴揍 竟觉非常解气 被锁在房内的杜千千 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下撞开了房门 看着心爱的人被揍 他满心着急 又无计可施 紧要关头梅若红不仅没有要退缩的意思 反而还大喊对千千爱的宣言 死鸭子嘴硬 这一下更是激怒了杜老头 杜老头随手借过家丁递来的棍子 准备打断梅若红的右手 断了他以后打着艺术的旗号 倒出诱拐梁家妇女的念头 迫在眉睫之时 杜千千见救人无望 竟然纵是因爱上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 不被家人接受 便选择了跳楼 淑琦回到烟雨楼 便把千千为了救若红而跳楼的事 告诉了大家 紫墨听完一脸的心疼 忍不住的担心起了千千 大家都被千千对若红的深情而感动 只有紫玄听完表情复杂 难以言表 当舒奇再次说道 不久后可能会喝到若红千千洗酒时 紫玄苦涩的闭上了眼睛 他痛苦的哭着跑了出去 一头栽倒在床上 任由眼泪翻江倒海一般的倾泻而下 他为自己的不甘心而落泪 也为彻底失去了梅若红而落泪 他恨杜千千 恨他夺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 恨他用这样决绝的方式 表达对梅若红的爱 紫玄埋怨哥哥放走了杜千千 到现在他都不明白 杜千千根本没有爱过汪子墨 如同梅若红也从来没有爱过你一样 深受感情重创的兄妹俩 在这个夜里注定难眠 医院这边 梅若红寸步不离地守着杜千千 杜老爷经历了女儿为爱跳楼的风波后 便开始默许梅渣渣的存在了 毕竟只有一个女儿 在昏迷了许久之后 杜千千终于大难不死 醒了过来 杜老爷见梅若红对千千的一番真情告白 女儿又这样为他奋不顾身的 只好勉强地接受了他 但他深知 梅若红这个穷画家 根本养不起自己的女儿 必须气化从商 进入我们杜家的视野 梅若红一听让自己放弃画画 他本能地就拒绝了 千千为他刺青 为他跳楼 这会让他气化从商 他马上不愿意了 梅若红将自私二自 简直发挥到了极致 杜老爷想到 躺在医院里的女儿 对他就没好气 梅若红见状 只好答应 子墨自从知道 千千为梅渣渣坠楼 对千千一直揪着心 这天他终于忍不住来看千千了 他心疼千千 但永远也无法原谅梅若红 杜千千终于出院了 雾霾散去 梅若红被杜家所接受 家里的障碍都过去了 但是若红跟烟雨楼 却还没有和解 千千知道 若红最在乎什么 于是他单独来到了烟雨楼 大家面面相去 千千小心翼翼地告知大家 若红已经气化从商 进了杜家的行御公司 他恳求大家 一如既往地接受若红 烟雨楼里 其实大家得知千千 为若红坠楼之后 已经原谅他们了 但是 子墨和子玄兄妹二人 始终无法谅解 子墨当场翻脸 根本不接受和解 而子玄叫上千千 直接去后院 开小会儿去了 子玄深知 梅若红爱画如痴 让她放弃画画 等于要了她的命 千千只能无力地反驳 显然她是知道的 子玄越说越激动 你们俩 根本是两个国土人 子玄的极度之心 马上就要溢出迎平了 她对着千千口若悬河 终于说出了她的心底话 你这朵小花 总有一天 不会在若红的手下夭折 而若红这只红鸟 也会在你庞大家族的压力下 加上窒息的 子玄一番真心倾诉 杜千千根本听不进去 只觉得 她快被嫉妒地发疯了 她一个字也不认同 两人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千千更是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留在原地的子玄 脸上的那一抹眼泪 不禁让人动人 感情中再次深受重创的子玄 也许是芳心寂寞 也许是空虚寒冷 她迫切地需要一个 能温暖自己的人 在这最重要的一刻 舒奇的出现 让她暂时抓住了生命的稻草 却也把她推向了 另一个深渊 人家南北全 要一百斤香菇 你运了一百只猴子去 这个把猴头写成猴子的男人 因为她的笔物 让公司损失了一笔钱 她原本是个放浪 形骇无拘无数的画家 因为爱上了白富美 便气化丛商 在女方家经营的公司 做起了经理 梅肉红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惹得杜老爷暴跳如雷 劈头盖脸的将他臭骂一顿 好在这个二货有自知之明 他甚至继续任职 一定会把公司搞垮 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档口 索性辞职 继续做他游山玩水的艺术家 但是杜老爷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 这位大爷你还挺幽默 梅肉红这次听到不用上班 瞬间眉开眼笑 好像中了什么大奖 不上班怎么养活自己的女儿 杜老爷来回夺步 绝了个定 我马上包下杭州最好的画廊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的今天举行画展 梅肉红一听还有这种好事 搂着千千就高兴上了 接下来就是筹备画展 杜千千自然成了他的专属模特 说个句外话 马景涛为了梅肉红这个角色 还特意学了一个月的绘画 剧中有些画是真的出自他手 回到剧中 有得意也有诗意 大艺术家梅肉红的灵感 忽然不够用了 他气急败坏地将画板推翻 开始自暴自弃 杜千千在梅肉红面前 既是妈又是姐又是朋友 最后才是妻子 没喳喳何德何能 梅肉红的灵感跟他这个人一样 上蹿下跳极不规律 这天紫玄忽然来到了水云间 看到肉红跟千千正轻轻握握 好不甜蜜 他的心脏好像被人用力地拧了一下 剧痛无比 他只想迅速地逃离这两个人 没想到被肉红一声叫住 想走也走不了了 梅肉红像个孩子似的 在紫玄面前转起了圈圈 完全没有留意紫玄的一脸凝重 他来到水云间的目的是要告诉梅肉红 他怀孕了 孩子是你梅肉红的 可是梅肉红这个没心没肺的 只顾着他的话 一张杜千千的人体像 映入紫玄的眼帘 梅肉红滔滔不绝地 讲着千千的画像 这无疑是在给紫玄的伤口上撒盐 千千看在眼里 想制止又不能制止 梅肉红口若悬河 根本看不到紫玄一脸的难堪 紫玄愤怒地离开了水云间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往烟雨楼的方向齐去 想起梅肉红杜千千甜蜜的样子 一股熊熊的妒忌之火 迅速地把她燃烧 她难过地闭上双眼 把手放开 直接摔倒在地 她失算了 除了轻微擦伤 孩子并无大碍 得知紫玄怀孕的书旗异常兴奋 紫玄却一脸的凝重 她首先想到了梅肉红 兄妹俩为此大吵一架 另一边 不然看到妹妹受委屈的紫玄 终于还是找到了梅肉红 紫玄怀孕 你以为怎么办 晴天霹雳并没有披在梅渣渣的头上 仿佛披到了杜千千 她悲愤 她难过 她痛不欲生 烟雨楼里 古玉农得知紫玄怀孕 也来凑热闹了 刚好和书旗转个满怀 不料书旗竟说 要跟紫玄结婚 古玉农立刻火冒三丈 想着紫玄什么时候竟让你占了便宜 两人大打出手 原来紫玄在得知 若红跟千千在一起后 空虚寂寞冷的她 跟两个男人都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另一边 梅肉红凭借一张铁嘴 再次获得千千的原谅 不得不说 梅肉红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唯独在把妹这方面 真的是天花板级的高手 烟雨楼里 紫玄看梅渣渣并不想担起责任 心灰意冷之下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 梅肉红的画展如火如荼 但是她的作品却被大众并购 似乎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受欢迎 一整天一张画也没卖出去 心灰意冷的梅肉红离开了画廊 回到了水云间 刘千千一人面对大众的冷言冷语 就在梅肉红绝望之时 奇迹忽然出现了 一个叫做贾义珍的商人 买走了梅肉红接近一半的作品 杜千千喜出望外的奔向水云间 迫不及待的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肉红 得知自己的画作卖掉将近一半 梅肉红开心的像个孩子 她欣喜若狂的迎接着喜讯 却不知买走这批画的 正是她的好兄弟汪子墨 而接下来梅肉红要面对的 将是接近毁灭的报复 她能挺过这一关吗 请你们不要再说 谁是孩子的父亲这样的话了 把你们的名抢 化作暗中的照顾 没想到汪子玄的女权意识 竟超前了一百年 两个深爱她的痴汉 不仅停止了战争 还化争场为和谐 共同担负照顾子玄的生活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还在后面 当汪子玄生下孩子后 两个痴汉都想当孩子的父亲 但他们连当接盘侠的资格都没有 紫玄直接让孩子跟了自己的姓 取名汪仲旺 哎呀 真是语出惊人 紫玄的话犹如砒霜 可是比砒霜更毒的事发生了 如果紫玄是伟大的成就 他哥哥则是卑鄙的毁灭 汪子墨用最残忍的方式 报复了梅肉红 这把点燃的熊熊烈火 不仅吞噬了梅肉红 也吞噬了他的骄傲和自信 梅肉红想徒手去拯救他的话 无奈大火越烧越旺 很快变成一堆烧焦的废墟 看着梅肉红的绝望 一股报复后的快感 充斥着汪子墨的每一个细胞 心碎的梅肉红 只能用咆哮来祭奠他的话 备受打击的梅肉红至此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飞扬 多动症也奇迹般的自愈了 他整日蜷缩在家中不愿见人 更不愿意说话 没多久他便大病一场 子璇得知哥哥子墨烧了肉红的话 马上去了水云间 看见病中失去意识的梅肉红 子璇伤心极了心疼极了 他忘了梅肉红带给自己的灾难 同时也放下了他对谦谦的嫉妒 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的男人 他终于不再执着 甚至说起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梅肉红的 梅肉红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两个爵士美女这样专注的去爱 还能让两个情敌和好如初 杜家因为这场风波成了杭州城里的笑饼 杜老爷更加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再跟梅肉红在一起了 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折磨而死 你不如跳水跳龙跳牙跳什么什么的 刷子 杜老爷一语道破 但是杜千千这个只爱莽夫 不爱才子的白富美 不仅不屈服 反而直奔水云间向梅肉红求婚去了 杜千千是被梅肉红PUA了吗 跟他经历过那么多荒诞 可笑不靠谱的过往 竟然还想着一心一意地嫁给他 难道真是应了那句 有情银水宝无碍催人老 在千千的用心照顾下 梅肉红终于振作了起来 杜千千来到烟雨楼 迎面而来的子墨见到他 居然胆怯了起来 他没想到千千既是还钱的 这让子墨既尴尬又无地自容 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千千邀请了罪马化会 集体参加他和若红的婚礼 除了子墨一个人 他失落地转过身 不想让大家看到一脸的落寞 梅肉红杜千千终于结婚了 每个人都见证了俩人 曲折的感情之路 大家兴奋着欢笑着 俗话说好事多么乐极生悲 好事多么梅肉红没遇到过 乐极生悲却敲响了水云间的大门 婚后的千千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过起了村妇的生活 梅肉红一如既往的画画卖画 发疯咆哮周而复时 这便是千千下架后的全部生活 翠萍带着女儿画儿跋山涉水 从梅肉红的老家投奔她了 这个不速之刻正是梅肉红在四川老家 名媒正娶的媳妇翠萍 母女二人盘缠用尽 口粮也不多了 再找不到梅肉红就要活不下去了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 女儿在几个学生那儿 终于打听到了梅肉红的住处 水云间里千千和肉红甜甜蜜蜜 梅肉红也恢复了往日的亢奋 正准备大展宏图 为下一次的画展做准备 此刻翠萍和女儿已经走到了水云间 屋里的千千欢快地做着家务 完全想不到一场灾难 正悄悄来袭 翠萍轻轻地敲了敲门 千千一种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 这老爹 这好事啊 千千只觉得晴天霹雳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她必须要把梅肉红找回来问个清楚 此刻的梅肉红完全沉浸在山水之中 千千一来就拉着她往回走 回到水云间的梅肉红 见到翠萍母女 她该如何跟千千解释 这个翠萍正是梅肉红乡下的发妻 梅肉红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这个爱哭的男人 再次流下了她鳄鱼的眼泪 梅肉红对翠萍虽然有感动 也有愧疚 可她清楚地知道 不能再给她更多的感情了 袁佩找上门了 那杜千千此刻又算什么呢 梅肉红一时半会儿 编不出欺骗千千的理由 支支吾吾地 只想先稳住她的情绪 梅肉红的脑子飞快地旋转 终于把锅甩给了家里人 说明她是我家里跟我娶的媳妇 那我呢 我在这里是什么 梅肉红这个渣男 并没有正面回答千千的问题 她又开始东拉西扯 什么农村流行早婚 我结婚的时候才15岁 我是包办婚姻 梅肉红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翠萍听了梅肉红的一番解释 知道她并不想承认她这个发妻 唯唯诺诺地 把责任都推到了自己身上 此刻的千千终于有所顿悟 她对梅肉红完全绝望 哭着离开了水云间 无处可去的杜千千只能去烟雨楼了 烟雨楼里 每个人都为子璇淡下的孩子欢喜着 雀跃着 千千的到来 让烟雨楼的欢乐戛然而止 梅肉红杜千千 这俩人果然是烟雨楼的克星 她上来便质问大家 为什么隐瞒梅肉红已有妻女的事实 烟雨楼的每一个人都听得一头雾水 子墨忽然恍然大悟 她这才明白 梅肉红当初说的绝缘体是什么意思 梅肉红安置好翠平 便来烟雨楼找杜千千了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翠平会翻身越岭 跑到杭州来 这话的意思是 翠平不找来 你就永远不会对千千坦白了呗 子璇一句话让梅肉红扎了心 你这根本就是骗官 梅肉红自顾自的跟大家解释 但是大家并没有要理解她的意思 连一只圣母存在的书旗 也不帮梅肉红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对她开始了抨击 梅肉红非但不检讨自己的行为 反而对大家的指责十分的不认同 她咆哮的同时还不忘反击朋友 对于自己所做下了荒唐 没有丝毫的愧疚 千千终于忍受不了了 我永远都不要停你 不要见你了 这云间里 翠平正打算离开 她交代了若红一些事 最后拿出两个牌位 若红看到瞬间泪崩 原来是自己父母已经去世两年 翠平身为媳妇 一个人硬是扛起了所有责任 由于过于劳累 身体不堪重负才得了重病 又想到自己哪天不在了 女儿无人照顾 只好跋山涉水 将女儿托付若红 梅若红虽然疯疯癫癫 做事也极不靠谱 可是翠平这样不远千里的投奔 为自己的父母操劳辛苦 又将女儿抚养长大 梅若红终究不忍心 看她离去 这个自私的男人终于无私了一回 可是千千该怎么办呢 千千无处可去 只好暂住烟雨楼 子璇决定去水云间看看 这对来自若红家乡的妻女 究竟是什么来头 烟雨楼里的一行人 来到水云间后 看见卧床不起的翠平 原本带着质问敌意的情绪 瞬间就消失了 翠平看见 来了这么多的客人 我马上下床来招呼你们 大家面面相去 于心不忍 决定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暂时解决了翠平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千千了 痛定思痛 梅若红最终做出了决定 如果此时此刻 我选择千千遗进了翠平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梅若红的决定 她终于看清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杜千千终于觉醒了 她不再听梅若红的解释 跑着离开了水云间 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一个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 只有家才是你永远的温柔香 当千千见到父母的一瞬间 突然下跪 父母对千千的回家又惊又喜 看着女儿的不停落泪 他们无法责怪 也不忍心责怪 一家人相拥落泪 恋爱脑的杜千千终于清醒了 她跟梅若红到此为止 彻底割舍 还是藕断丝连继续前缘 当杜千千面无表情 冷军异常地拿出 她跟梅若红的结婚证书 又在众目睽睽下 亲手撕毁了这张 她曾是我珍宝的一纸婚约 梅若红崩溃了 她顾不得梅渣渣地崩溃 反而有了一种彻底斩断 过去的决心 梅若红从未想过杜千千 会与她离婚 彻底决裂 她试图用千千为她做出的牺牲 唤醒千千对她的爱 没想到 经过梅渣渣地提醒 千千更是下定决心 作为一个只爱自己 也更爱自己的女孩 杜千千 一个衣食无忧的白妇美 她的脑袋曾被梅若红家里的门 挤过多次以后 终于难得清醒了一回 梅若红看千千下了狠心 与自己分手 于是声泪俱下地把翠萍搬出来 梅若红究竟何德何能 能让三个女人对她死心塌地 且毫无私心处处为她着想 翠萍虚弱的身体一讲话 便咳嗽不止 这个单纯又质朴的女人 不但对梅若红的再娶没有怨言 还试图帮梅若红留下心娶的媳妇 翠萍真挚地劝说并没有打动千千 梅若红觉得这下真的要撬辫子了 她忽然想起了她伟大的友情 甚至不知廉耻地去求子玄 让千千留下来 杜千千看着这个曾爱过的男人 竟如此地懦弱 可笑无用 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水云间 杜千千离开后 梅若红才惊觉她彻底失去了这个挚爱了 一种无法释怀的绝望排山倒海而来 她再次开启了她的咆哮神功 吓得翠萍锦庸女儿 为了养活妻女 梅若红只能放下艺术家的身段 到西湖边摆了一个画人像的小摊 没想到第一天便出师不力 因为顾客嫌她画得不像 不愿付她钱 俩人还打了起来 把专业当作职业还能干得如此糟糕的人 梅若红也是天下第一人了吧 一天下来没有卖掉一张画 梅若红累得回家倒头就坐 翠萍凑上前去 关心地问她为什么这么无精打采 这一问瞬间引爆了梅若红的咆哮开关 她的屁股仿佛安装了一个弹簧 弹跳着到了翠萍的身边 劈里啪啦对着她就是一顿怒吼 跟梅若红生活在一起的人 要么心脏非常好 要么必须时时刻刻 准备好救心丸 快窒息的时候 吃上一刻能保命 翠萍跟梅若红生活了一段时间 她常常要忍受梅若红莫名其妙的发疯 显然翠萍已经习惯了这样一惊一乍的生活 但是这种心有余悸的日子 她还要过多久呢 还是想尖尖 不要跟我提前妻 再次被梅若红惊吓的翠萍 终于体力不支晕倒了 梅渣渣永远也想不起来 翠萍也是一个病人 她自顾自骂的对着翠萍凶了很久 女儿画看不过去了 梅若红一把年纪竟然还不如一个孩子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人至死是少年 可是这个少年离开了杜千千变啥也不是 接着祸不单行 梅若红第一天摆摊 一张画没卖出去也就罢了 没想到第二天更惨 非但钱没赚到 还被西湖景区的管理员下了逐客令 甚至连老天爷来欺负他 患有狂躁症的梅若红被彻底的打败了 在雨中发完疯的梅若红 最后还是狼狈的回了家 当我以为梅若红在西湖发疯是结束时 没想到那只是开始 仅仅是因为翠萍的几句嘘寒问暖招惹了他 不禁让人想起师太一书的话 当一个男人不爱这个女人时 他哭闹是错 静默也是错 活着呼吸是错 死了都是错 这段话就像是为翠萍量身定做的 翠萍脸上的泪珠 大颗大颗的往下掉 他不忍心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为自己竟这样没有尊严的活下去 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翠萍失眠了 他看着熟睡中的女儿画耳 抚摸着女儿天真烂漫的脸 心中有千般的不舍 但他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病会一直拖累着梅若红 最终他还是艰难的 朝着屋外的方向走去 给父母上完了最后一炷香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水云间 睡梦中的女儿被掉落的声音惊醒 他来不及制止 看着母亲冲出了门外 小小年轻的女儿仿佛猜到了什么 摇醒了沉睡中的梅若红 父女俩冒着大雨 在西湖找了一夜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翠萍的噩耗 梅若红的原配老婆翠萍 为了成全梅若红和杜千千 就这样挑了西湖断了气 梅若红此刻被后悔占据了全身 他抱着翠萍不敢相信 喃喃自语 后悔不该对翠萍有太多抱怨 导致翠萍想不开寻了短见 梅若红恳求大夫再看看 无奈大夫也无回天之力 梅若红顿时大悲 手足无措 不愿接受翠萍的离开 但是生前也没见你梅若红给人家一个好脸呢 如今翠萍走了 你满脸的后悔自责 梅若红这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 自然是没钱给翠萍办理身后事 还是在最满画会朋友的帮助下 才给了翠萍一个体面的葬礼 翠萍走后 梅若红便生了一场大病 他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绝望情绪里 封锁了自己的内心 他失语了 自闭了 往日那个暴躁多动咆哮的梅若红消失了 他不记得任何人了 但却记得画画这回事 朋友们看着神志不清的若红 你一言我一语 试图用中医西医把他的病治好 只有子墨一语击重 心病还需心药来医 他既后悔之前对若红展开的报复 又担心朋友一蹶不振 所以他决定亲自把杜千千请回来 医好若红的病 没想到杜千千竟然来赴约了 子墨说明了来医 杜千千不敢相信翠萍竟然走了 子墨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及翠萍的死因讲给他听 子墨讲得有理有据 以为千千在了解事实后 会跟他回去看看若红 杜千千听完子墨的解释 不但不愿回去 甚至对梅若红的恨又加深了一层 梅若红当然懂得珍惜 她最珍惜的永远是她的画 也许早就看透了梅若红 千千只想回家 不想再与子墨多做纠缠 但是没想到子墨不达目的不罢休 小致以情动之一礼 再次说服了千千 毕竟是曾经深爱过的人 千千实在是无法拒绝子墨的请求 她泪流满面的答应了 子墨能把梅若红这个世纪渣男 黑得说成白的 一般人还真的做不到 水云间里的梅若红 像个行尸走肉一般 只是可怜了她懂事的女儿 小小年纪没了母亲 原本是享受父爱的年纪 如今却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角色 梅若红不敢是为人夫 为人妇都是最失败的 子澄为了唤醒她 甚至告知若红 孩子其实是她的 站在子澄背后的舒淇欲浓二人 无畏杂陈终于握手言和 原来孩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水云间里 最重要的人物杜千千终于出场了 千千眼离写满的心疼 这个失去灵魂的男人 在自己离开前 是个荣光焕发 手舞足蹈的咆哮地 如今却变成了一副 行尸走肉的模样 无论千千如何回忆 她跟梅若红的曾经 梅若红始终没有反应 只是嘟囔着 你说我话什么好呢 千千心碎一地 她缓缓地走向梅若红 终于要放大招了 在众目睽睽下 千千扯开了她的上衣 露出了那朵 她为爱而刺上的梅花 梅若红若梅 这朵梅花是两人爱的印证 梅若红定格在原地想说话 却说不出来半个字 但是回忆宛如洪水泄了闸 她终于清醒过来了 梅若红将心里的委屈 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她放下尊严去赚钱 只想给翠萍好生活 但是翠萍的死 直接将她推下了万丈深渊 梅若红委屈得像个孩子 抱着千千不愿撒手 梅若红心中的结痂终于痊愈了 因为她的爱情回来了 但是翠萍却永远回不来了 在家人与朋友的见证下 杜千千梅若红这对经历磨难的小鸳鸯 终于重新走到了一起 还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一个嗓音辽阔 唱着歌的老者 缓缓地向着迎亲的队伍走来 这个怪老头正式送给梅若红梅花簪的人 梅若红拿下簪子给她看 两人之所以能修成正果 多亏了这只簪子 怪老头一脸笑意地祝福了这对新人 甚至预言 梅若红今后在话谈一定有所作为 故事在老人的杨长儿剧中结束 水云间被誉为穷摇剧中 三观最为炸裂的一个剧 评论最多的就是 梅若红这样一个渣男 为什么能受到两位绝世美女的青睐 其实一句话便可概括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 如此于女人的一杯毒酒 心甘情愿的一种最美的姿态一饮而尽 一切的心都交了出去 生死度外 这个随丈夫回家探亲的女人叫应血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在梅苓缠女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幸好遇见了同样返乡的柯氏夫妇 夫妇二人都是热心好客之人 从此柯源两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报答柯家的救命之恩 原氏夫妇给自己的女儿 与男主柯启轩订了娃娃亲 女儿从梅林出生 而手上也有一个梅花胎记 于是侍鹏提议取名 乐梅 原氏夫妇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然而幸福还没开始 悲剧已悄然来临 私人在返乡的途中 竟然遇到一伙脱皮的打劫 侍鹏还是有些武功和心机在身上的 面对劫匪拿刀威胁 根本没在怕的 可是女主的父亲袁怀玉 就妻女心切 经不住劫匪的恐吓 上去便抢刀后与歹徒一阵扭打 可刀剑不长眼 女主的父亲不知怎么 中了男主父亲一刀 这时侍鹏才到处实行 他们已经要屈服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怎么当我真的是见死不救 袁怀玉听闻怒血攻心 直接昏死过去 应雪失去了丈夫 女儿一出生就失去了父亲 这下两家的梁子算是结大了 应雪孤儿寡母的 只能投靠夫家 好在夫家对母女二人不薄 勒梅在大家的关爱下 长得挺挺欲力 这时已到民国初年 嫌少外出的勒梅 在表哥宏达的带领下 来到邻村观看一场土技 一只漂亮的白狐 吸引了勒梅的注意 这时一个戴面具的男子 忽然看向他 也许是面具的关系 勒梅被看得头皮发麻 此刻的勒梅哪里知道 这个男子将会是他一生的牵绊 祭祀活动很快就要开始 歌唱喝酒围观的人群好不热闹 勒梅被现场愉快的气氛所感染 客人给他端来的酒 他也毫不客气的一饮而下 在得知被囚禁的白狐最后要被猎杀时 他被震惊的差点晕倒 一想到即可被猎杀的白狐 他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在千军一发的时刻 为白狐挡了一箭 并迅速的放走了白狐 勒梅的鲁莽彻底破坏了祭祀活动 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吓得仓皇而逃 齐轩紧跟其后 两人终于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齐轩从回眸 便对这个女孩充满了好奇和好感 直到他发现勒梅手腕上的梅花胎记 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齐轩心里安安感叹 这不正是我失散多年的媳妇 他本想跟勒梅再寒暄几句 不料洪达却忽然闯入 不由分说的动起初来 可洪达一人之力 哪里惊得起一群人的围殴 很快被众人打成了五眼青 事后他才知道 原来众人只是给勒梅上药 洪达的乱入结束了勒梅和齐轩的相处 但齐轩也和勒梅也有了 三日后堂接再见的约定 洪达驾着小毛驴 想着今天吃了憋 一脸的丧气 而后座的勒梅想起今天遇见的齐轩 心里莫名的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他想起跟齐轩五日后的约定 竟也有点期待 勒梅沉浸在自己的遐想里 忽然胳膊一阵剧痛 才把他拉回现实 洪达跟自己都受了伤 该怎么向母亲交代 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勒梅的贴身丫鬟小沛 见勒梅出门很久还没回家 急得在门外走来走去 可怕什么来什么 母亲应雪见勒梅午饭后 一直没出来 就想着来看看她 没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被子里竟然是个枕头 应雪质问小沛 小沛这个傻妞支支吾吾 也说不清楚 只会咧着嘴哭 另一边 勒梅跟洪达像做贼似的 捏手捏脚 以为这样偷偷摸摸 便能逃过应雪 不料 瞬间就被应雪抓个正着 还没等应雪质问 小沛这个傻妞的神补刀 让勒梅和洪达 不仅处于劣势 勒梅胳膊的剑伤 也被母亲发现了 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了 母亲一气之下 便拿出家法 勒梅当场下跪 希望能得到母亲的谅解 洪达只好老老实实的 交代了一切 勒梅偷跑出去的事情 总算告一段落 于启轩的堂街 马上就要到了 勒梅会赴约吗 启轩会跟勒梅 坦白她的身份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 惊得勒梅猛然回首 启轩的突然出现 让勒梅不知所措 原来启轩自勒梅 出现在市集后 一直尾随她至此 看似不经意的相遇 其实都是一场 精心的安排 勒梅是无意间 发现这个白狐秀瓶的 想着那日救了一只狐狸 这倒值得买下来做个纪念 不料老板狮子大张口 上来就要二十大洋 勒梅囊中羞涩 吓得马上把绣瓶还了回去 转身要走 眼看上钩的大飞鱼要脱陷了 老板马上套路 降了价 我说六块钱 砍价对半砍 没想到启轩还是个杀价小能手 绣瓶算是到手了 但是无功不受禄 勒梅并不打算收下这个绣瓶 这是你的绣瓶啊 不 是你的 收完启轩露出了她洁白的牙齿 这句台词怎么这么像一句广告词呢 身世如启轩 她放下绣瓶便潇洒的走了 这个撩妹的方式实在令人佩服 果然 勒梅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 将绣瓶还给启轩 可启轩压根没接这个话茬 反而一脸温柔的疼惜 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 可启轩的温柔 眉肉红但凡能学到一成 勒梅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两人才第二次见面 对方的嘘寒问暖 让她有点受宠若惊 也有点害羞 可是像启轩这样的男生 哪个女生能拒绝呢 勒梅本能的跟她聊了起来 但很快她发现这样太荒谬了 也太不矜持了 她放下绣瓶转身要走 启轩集中生智 让勒梅攒够了钱再给她 还钱是假 见勒梅才是真 启轩真是卖盆的进村 一套一套的 少女情怀总是失 勒梅失眠了 她看着绣瓶 想起启轩那张 秀气斯文的脸 心里便荡起了涟漪 荡漾开来 但她又觉得自己十分的傻气 勒梅一想到启轩的约定 一股莫名的期待 忽然涌上心头 藏不住的笑意 不自觉的挂上了嘴角 元宵节到了 勒梅跟着洪达去看元宵灯会 灯会上人群嘻嚷 勒梅却心不在焉 她左顾右盼 期待启轩能像上次一样 突然出现给自己一个惊喜 其实启轩早就到了灯会 她躲藏在人群里 一直跟着勒梅 只想找个机会 俩人能单独碰个面 忽然 勒梅一个回头 不偏不倚地跟启轩撞个正着 启轩不由分说 拽着勒梅就跑 终于能单独跟勒梅说说话了 她看着这个日思夜想的姑娘 满心的欢喜 而勒梅却显得格外紧张 心脏跳个不停 连舌头也像是打了结 我又再在一起 假如这十二天 天天都是元宵节就好了 那么你就可以天天出来 我也可以天天见着你了 这俩人明显不在一个频道 各说各的 但是勒梅还是听懂了启轩对她的爱慕 只是面对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她还不知道怎么回应她的热情 只好转移话题 不料启轩越说越来劲 原来这看似简单的相遇 其实是她煞费苦心的安排 勒梅听着启轩的真情告白 顿时春心荡漾 但大家闺秀的她 绝不允许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当她问到启轩的姓名时 轮到启轩支支吾吾了 她随便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 和名 勒梅心里泛起了嘀咕 能讲出自己有梅花胎记 又这样不经意的偶遇 难道是长辈给自己介绍的男朋友 勒梅花痴的想着 天色渐完 勒梅想要离去 时之启轩不仅将她拦住 还戳穿了她也在等她的伎俩 勒梅的小心思被启轩无情的戳破 又羞又气 只想立刻离开 不料启轩忽然将她一揽入怀 两人爱的小火苗就这样燃烧了 刻不容缓 启轩马上召开了家庭会议 向她的家人宣布 她要跟勒梅提亲 这哪是提亲 这根本就是喜提炸弹 当全家人知道启轩要向原勒梅提亲 奶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启轩的爹18年前误杀了勒梅的爹 那一刀不仅断送了两家的交情 柯家从此愁云惨淡 备受不安 如今孙则要去提亲 简直滑稽无比 万万没有想到 启轩的老爹柯士鹏 竟然愿意陪启轩走一趟 此刻的启轩笑得像个二哈 他完全没想到 因为他的一意孤行 会让两家走向更大的深渊 此日 柯家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来到了寒家 果不其然 看到18年前的杀父仇人的到来 勒梅的母亲应血和寒家的人 就没给柯家一个好脸 当得知启轩是来提亲时 应血的脸都要气歪了 启轩不依不饶 继续跟应血唇枪舌战 不料被屋外的洪达撞个正着 这不正是当日在屋村遇见的巫师 他贼头贼脑 捏手捏脚的 跑去跟勒梅汇报去了 柯源两家在屋内 硝烟四起 被蒙在鼓里的勒梅 一边是至亲 一边是至爱 他该如何面对呢 勒梅这才知道 原来柯启轩就是18年前杀父仇人的儿子 一种被骗的屈辱 一种背叛母亲的伤心 勒梅的痛苦变成了痛哭 他扭头跑了出去 欺骗就是欺骗 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勒梅这样刚烈的性子 根本容不得启轩的任何解释 启轩这真是硬了那句 黄鼠狼闲着鸡毛胆 空欢喜空开心一场啊 眼看局面已经无法逆转 寒家看着柯家一伙人 气就不打一处来 马上下了逐客令 柯家一行人只能无奈地离开 应雪只有乐眉一个女儿 如今见女儿这样放浪不羁 竟然还跟仇人家的儿子私会 令他相当失望 无论女儿如何求他原谅 应雪的脸仍然像冰砖那样冰冷 应雪像机关枪一样 对女儿开始了全面的扫射 在那个年代 一个死了丈夫 寄人篱下的寡妇 只能让自己变得恪守本分 变得更加强大 乐眉看母亲如此伤心 她哭得更伤心了 她向母亲保证 我若是在线柯启轩一面 或是跟她说一句话 一个字 我就不是人 母女二人总算和好如初 另一边柯家 启轩提亲失败后十分沮丧 她恨自己沉不住气 搞砸了一切 她找到好友羊万里 希望能找到能让她在乐眉那儿 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万里看启轩着了魔 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还真的给了她一颗灵药 俩人偷偷摸摸的蹲在寒家 打算着有人出来 直接带话给乐眉 约个会 好巧不巧 等来的第一个人 竟然是韩洪达 乐眉的表哥 二人说明了来意 洪达当场拒绝 一听乐眉受了委屈 启轩心急如焚 马上就要冲进韩家 都说好看的男人没大脑 可启轩实实在在的印证了这句话 乐眉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 好在万里拦住了这个恋爱脑 不然寒家又是一阵血雨腥风 红达也担心启轩在跑去寒家发疯 于是答应带她传话 将约会的地点带给乐眉 红达老老实实的将话带给了乐眉 这娃太实在了 怪不得表妹不喜欢你 乐眉得知后当场实话 乐眉着急上火紧皱眉头 生怕这个恋爱脑忽然闯入家里 对着母亲胡说八道 惹得母亲当场发飙 为了摆脱这个麻烦 她决定亲自去一趟 天真如乐眉这个傻妞 感情里可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乐眉坦坦特特的去赴约了 以等待多时的启轩 不见乐眉的踪影 甚是着急 终于朝思暮想的姑娘朝她走来了 启轩煞时心话怒放 跑着就过去了 宏达这个一千瓦的电灯泡 不失去的留在原地 被万里生拉硬拽的拖走了 宏达这个憨憨 真是太不懂女孩的心思了 对启轩来说 这几日不见如隔三四五六秋 眼神里写满了哀怨和相思 乐眉一开口 就把启轩打入了万丈深渊 启轩步步紧跟乐眉 开启了她的辩论模式 乐眉 我犯下最大的错误 是太沉不住气 太急于想得到你了 民国已经流行 这么赤裸裸的表白了吗 启轩真是我被楷摸 想要得到一个人 就要勇敢的说出来 前提是 你得跟启轩长得一样俊秀 不然可能会被当作流氓抓起来 乐眉听到启轩的表白 震动的直往后退 她沉浸在启轩深情的告白中 差点忘了今天赴约的目的 是要跟她一刀两断的 末了还不忘欠了启轩八块钱 乐眉哭得梨花带雨惹人心疼 启轩差的是这八块钱吗 她要的是你这个人 如果你真要跟我划清界限 你为什么要掉眼泪 八块钱要省下多少的 胭脂水粉钱凑给你 能不哭吗 一想到好几个月没有钱买胭脂 乐眉哭得更伤心了 启轩立刻一把抱住乐眉 见缝插针 那是你已经喜欢上我了 乐眉的少女心事 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拆穿 她终于承认 她是喜欢她的 甚至承认自己放浪行骇 不知羞耻 启轩心疼的抱住乐眉 不愿放手 但乐眉的一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把她打回了现实 看着逃走的乐眉 启轩心碎一地 但好在乐眉也有了回应 她终于知道 乐眉心里是有她的 有了信仰 启轩更加坚定了 要化解两家恩怨的决心 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在回家途中 她好心搭叫的姑娘子嫣 竟然改写了她的一生 因为她 启轩从英俊的少年 变成了人人害怕的鬼 因为她 启轩彻底失去了乐眉 乐眉是鼓足了勇气 对启轩热烈的表白 给了她当面的回应 启轩既震撼又感动 一把将乐眉拥入怀中 可乐眉逃开了启轩的拥抱 杀父之宠 不够待见 乐眉悲痛欲绝地离开 只剩启轩一人 懊恼不已 一个女孩的突然出现 让启轩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了上去 两人摔倒在地 女孩似乎并不在意 自己的摔倒 只是落寞地看着眼前的 韩松元 原来女孩名叫紫燕 听闻科家是有名的大研商 她走了三十多里路 想着投奔科家 做个丫鬟 启轩见她一人怪可怜的 便自保家门 说自己是科家的二少爷 科家早就搬离韩松元十几年了 随后便答应带她回科家 至于能不能做丫鬟 还得看奶奶的意思 齐轩哪里知道 自己这是引狼入室 她的下半辈子 都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紫燕来科家的目的 其实只为给自己的母亲 报仇血恨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紫燕生得伶俐乖巧细心 入府的第一天 随便用了几个生活里的小妙招 就把老太太哄得高高兴兴 深得老太太的喜欢 从此便做了她的贴身丫鬟 紫燕说 齐轩是她生命里的贵人 齐轩忽然惆怅起来 想起她跟乐梅 谁又能帮助他们呢 另一边寒假 乐梅看着白狐秀萍 想着和齐轩的决裂 让她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她抚摸着秀萍 就像抚摸着 齐轩英俊的脸庞 见不到乐梅的齐轩 也备受煎熬 像个斗败的攻击 家人不忍看她一蹶不振 打算为她相亲 齐轩不仅不接受 反而悲痛欲绝 无论父母怎样劝说 齐轩也不为所动 她只能落荒而逃 这真是要了父母的老命了 家里人指望不上 齐轩只好再次找到 她的狗头军师杨万里 齐轩写了一封信 打算交给乐梅 万里一个没谈过恋爱的 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万里把齐轩比喻成 吃不到萝卜的驴子 挖苦她的深情 殊不知 不久的将来 她自己也变成了骡子 齐轩只想着手里的信 如何交给乐梅 对万里的挖苦讥讽并不在意 在万里的提议下 两人再次来到寒假蹲点 当场拦下乐梅的丫鬟小佩 小佩以为遇见了什么坏人 吓得退避三射 差点喊出救命 在万里的恐吓下 小佩终于把信带给了乐梅 拿到信的乐梅如获至宝 一股激动 甜蜜又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 她支开小佩 颤抖地拆开了齐轩写给她的信 齐轩在信中倾诉了 对乐梅的相思之苦 乐梅何尝不是备受煎熬 即便两家有着血海深仇 最后我问自己该怎么办 我的答案是 要我 要我 要你 乐梅激动得差点晕倒 她紧握着齐轩给她的信 坐在床边 必须缓缓心情 才能继续看下去 明天同样是午后 同样在小山坡上 我等你的答案 母亲自然是不会答应两人的婚事 一想到母亲的反对 乐梅原本的心潮澎湃 顿时被沮丧取代 次日 齐轩起了个大早 梳妆打扮一番 精精神神地去见乐梅了 齐轩提早到了普宁寺的小山坡上 焦急地等待着乐梅 而乐梅一整天魂不守舍 不是写错了字 就是刺绣时扎到了手 最后 她还是决定 让小佩给齐轩带话 转告齐轩 两人到此为止 一切都结束了 万里拦住小佩 讲了齐轩是有多艰难 才能到这儿 随后 齐轩写了一个纸条 让小佩交给乐梅 乐梅激动地攥住小纸条 等你 今天 明天 每一天 看来 无论前面是刀山油锅 乐梅也飞去不可了 乐梅小跑着一路赶来 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们了 无论天堂地狱 两人也要一起面对 久未见面的恋人 一个拥抱 已胜过千言万语 两人诉说着几日来的相思之情 但是甜蜜过半 现实又将两人拉回现实 齐轩担心 乐梅最终会跟母亲屈服 乐梅不可思议地看着齐轩 她这样义无反顾地跑出来见她 她竟然还怀疑她的决心 齐轩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马上给乐梅道歉 并信誓旦旦 将来一定会证明自己是值得的 乐梅不忍再苛责齐轩 我早就认定你了 炙热的眼泪从乐梅的眼睛里流出来 齐轩心疼地捧起乐梅那张美到窒息的脸 两人深情凝望 情不自禁地开始了摸摸答 一阵阵钟响 乐梅这才惊觉 时间已晚 要赶紧回家 两人约定三日后再见 齐轩的惺惺眼 花痴般地看着乐梅 还想给她一个摸摸答 乐梅害羞地逃开了 甜蜜还未散去 灾难已悄悄来临 乐梅与启轩的这次见面 没想到 竟给她一场巨大的灭顶之灾